瑶瑶 你干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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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这 怎么穿啊 这样穿啊 今天的主题可是泳装派对 你就穿成这样 这样怎么行啊 有那么好的气质 当然要穿出来给大家看看啦 可 我现在下去还有事情 你必须把它给我换上 等一下我过来检查 走了 瑶瑶 给我换上 瑶瑶 这也太暴露了吧 瑶瑶 这么好的身材 不露出来 太浪费了吧 瑶 瑶君墨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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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听说你在国外留学 刚刚回来 想不到 你的身材跟学业一样 达到了国际水准 完全具备流行的骨干美啊 我可不是公为牛 换好了没有啊 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俩见过了吧 快点 派对开始啦 快点 快 今天我特别地开心 因为我的哥哥 因为我的哥哥 姚军墨先生 还有我的好闺蜜 林维林小姐都回国了 所以为了庆祝 我特意办了这个派对 感谢大家来到这儿 稍后还有惊喜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开起来 来 再来 看我的 你看什么呢 来 那边是你朋友啊 不如我们一起过去啊 没兴趣 许冉我们可以合个影吗 对啊 可以合个影吗 请问 可以和胡总一起合个影吗 不好意思啊 你们拍就好了 不打扰了 好的 来 谢谢啊 再来 来啊 帮我呀 来啊 帮我呀 帮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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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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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瑶瑶加油 加油 瑶瑶 瑶瑶 你应该记得 我们是按小时收费的 现在我需要你的服务 到自助餐去了 林瑶瑶 你干什么呢 请问胡总 你有什么需求吗 就帮我拿个松饼吧 好 松饼 怎么没有奶油 还有芝士 还有胡椒粉 吃松饼配胡椒粉 吃松饼配胡椒粉 我口味独特 不行吗 我要胡椒粉 黄油 芝士 还有你们这里所有的酱 都给我来一份 还有饮料和餐厅纸 谢谢 来 小姐 谢谢 不客气 胡椒粉 黄油 芝士 番茄酱 草莓酱 千岛酱 还有饮料和餐厅纸 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暂时就这样吧 好 你在干吗 我在借今天为你提供的服务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还了三千六百块钱了 到目前为止 怎么可能那么多 让我看看 胡椒鱼 你还给我 星期一上午 买矿泉水也要寄一次 星期二下午送外卖也要寄一次 刚刚帮我开车也要寄一次 刚刚帮我开车也要寄一次 当然了 我们是按小时收费 不是按次数收费吗 现在通通不算了 以后需要我的签名才能生效 给我重新寄 我胡椒鱼 你还给我 我重新开始寄 胡椒鱼 你还给我 我到处在找你们 怎么在这儿啊 肚子饿了 想吃点东西 别吃了 有好玩的 来 梅林 快点 大家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本次派对的 重中之重 大家都知道 瑶瑶小姐一直热心与慈善 因此特别筹备了本次慈善拍卖会 所派得的善款 将全部用来 音质山居火 有纯恶劣的小朋友 那么接下来 尤其我们今天的商品 上台 一旦往这里 就是往这个地方 吴总 帮小朋友些点爱心吧 我追你前步就行 好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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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要上去 吴总 你那么爱做善事 现在就派你出吗 加油 好好表现 好 老婆 你觉得要不要上去奉献一下我自己 你啊 谢谢 算了 你不要跟我客气 为你帮忙是应该的 你看他剩哪些人 哪有我机灵火锅呀 小哥得到好价钱 等着要重量级的人物出来 还是我最有色相 知道吗 算了吧你 好 活动现在正式开始 有时我们第一位帅哥 上台 好 你的身份是 跑球运动员 你愿意花多少钱 和我身边这位帅哥 共度美妙的一天呢 好 现在可以开始交加了 吴白 秦仙 秦仙 怎么样 秦仙 有没有喜欢的 秦仙 对了 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 过感情方面的事了 会不会我们两个还是好闺蜜呢 老实交代 你可不要告诉我 比人们出点都没有啊 两千五 好 现在已经有人出了两千五的当下 好 一 二 三 成交 来 跟我走 好 来 跟我走 看台上吧 到李总了 去 有请下一位俊男上台 好 好 你的身份是 我学的是航空科学和工程 这个专业比较少见啊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它是研究火箭跟导弹的 研究火箭和导弹的 是一位集品啊 姑娘们 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好 现在开始 交价 五千 八千 一万 果然学导弹的 就是有魅力啊 还有比一半更加高的价格呢 没有的话 这位集品就是属于您的了 成交 加油 加油 别扯开话题 难道真的没有感情经历啊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有遇到过一个比我大的 大多少 二十岁 二十岁 他那么多 那真是大叔了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啊 我们两个 因为很多原因 没有办法在一起 我很难过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哎呀 没关系 反正现在已经过去了 你看 台上有那么多优质呢 喜欢哪个 我会帮你 对不起 瑶瑶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好的 我们现在台上 只剩下三位帅哥了 那你们的特长是 我 什么 你说我过 哎呀 他的特长是 黑着脸 我 这也是 数位这句话说得倒挺对的 黑着脸 不错 那您的特长是 我能令所有女人快乐 能令所有的女人快乐 这个特长 特别吸引女性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她的才艺 给出你们的价格 你不跳舞吗 那我来吧 主委 好 一 二 三 四 好 好 kopя 一万五 有 三万 三万五 四万 京主 五万 正金已经排出了 我的 Raphael 还有没有人 比这个价钱更高呢 没有 是吧 那么接下来 她就属于你的 好 好 好 不错 好了 好 好 现在到了我们贺长室 黑脸的这位先生了 好 现在 开始开价了 一万 一万五 两万 三位 不错 一万 到三万这个高价了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呢 还有吗 我 可以出钱买自己吗 不成 正快坏了规矩 还会让你抬下的蝶粉大失所吧 还有吗 这儿已经出的这么高了 三万了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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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出到五万了 还有没有更高了 还有没有 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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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小姐出价六万 七万 已经出价到七万了 七万 到了本次卖卖会的最高峰了 终于出现了惊人的七万了 还有没有标的比这个价钱更高了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八万 九万 九万 十万 九万 十万 十万 惊人的价格终于出现了 十万 第一次 十万 第二次 十万 第三 等等 等到 我出十五万 哇 十五万 十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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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位小姐 现场只收现金 所以能拍活我们黑脸先生的 是瑶瑶小姐 好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今天所有的男生 都已经拍卖完了 今天的拍卖会 也该落幕了 别别别 还有我 还有我 好 还有一个不存商品 那么接下来 大家对她开架吧 不行 要漏出来 漏出来 没有人开架吗 我们不要看衣服 我也有才艺 我也有才艺 好的 她说她也有才艺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 来啊 来啊 加油 放下了包袱的情况 你跟着你变成快乐崇拜 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 转开逐渐里的快乐可爱 是的 好的好的 你的惨意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对她开架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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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商品 促销也卖不出去啊 没有人要我 两百 两百 你怎么才这么点啊 好 阿姨说明这位美女了 别别别 你不信你再问别人 这才二百 二百 你这 好 好 走吧 怎么样你再吃 二百 谢谢大家的爱心 我二百 我二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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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为什么不多出一点呢 难道我在你心中 就只值两百块吗 自家务师好不好 两百已经很多了 我现在又没钱 还欠别人钱 可是这样我很没面子嘛 哪怕你再多出点 后来我再补给你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不是你说了啊 我还没说完呢 拜拜 李总 是你啊 今天玩的开心吧 对啊 李总 这是你的围巾 我已经洗干净了 谢谢 没关系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对了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你做的用户反馈 我已经看了 非常的不错 对今后的产品推广 很有帮助 那都是应该做的工作 没什么 怎么了 你没事吧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 一夜早点休息 你还好吧 千语 今天都没拍到 真的对不起啊 没关系 小事 我今天就不送你回去了 因为我还有事 好啊 那你路上小心啊 好 我先走了 谢谢 再见 谢谢你 李总 没关系 其实以后 你不用叫我李总 叫我沐晨就可以了 那你以后 叫我维林就好 好 看什么呢 听说陈叔最近在休假 那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 他给陈叔的班 先帮我开这一阵子 那今天晚上你自己回去吧 接一下你的司机 不介意吧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已经搬回来了 还要去哪儿 秘密 不介意吗 不介意吗 这你都同意啊 李卫玲 今天你来我办法 你借给我当司机 对不对 千语 别反悔哦 走吧 拜拜 拜拜 对了 今天正好我也没开车 你送我啊 老板 我刚才喝酒头好痛哦 要不然把我也带上吧好不好 好了 别装了 走吧 走吧 沐晨 嗯 你觉得我是不是要换一个造型啊 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 为什么 不然刚刚为什么没有人拍我 一定想今天穿的衣服不对 人家林维玲不是已经把你拍了吗 哎呀 可是那价也太低了吧 你们都比我高啊 尤其是老板 你不懂 你看好 那 难道我们两个长得有什么差别吗 老板 你看起来好像情绪不太高 没有 哦 我知道 放心吧 老板 我不会说出去 去 你又知道什么了 你 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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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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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 叫我君墨 不然多生分哪 君墨 我们去哪儿 回你家 去湖宅 对啊 去湖宅 送你回去吧 送我 对啊 借花献福 请你代驾把你送回去 我们上次见的时候 你还在独钩中 你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挺好的 那就好啊 你这次准备要长留吗 好 我那天看到报道 好像你跟胡董事长 有一些误会 不要紧吧 那都是网络上传言的 那就好 毕竟你是在胡锡阿姨家 长大的嘛 都是亲人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随时叫我 谢谢 谢谢 赵宅 你能锻找我吗 谢谢 我门上传言 我去哪儿 你都去哪儿 你这乎 你人认识 你比如说 我们为你 她搅置你 我怎么见过 自己到书房找呗 谢谢梅姨 爸 我回来了 我很想你 我来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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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 不来 我来 我 我说 你怎么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 不是 梅姨你听我说 我刚刚不小心碰到她 我说什么说呀 你这个扫把兴 你回来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那是你爸呀 不是 我只是一不小心碰了一下 她就掉下来了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在那抵赖 像框挂得好好的 一回来就掉下来 你真是个丧文星 有你没好日子过 怎么了 古董 你看哪 他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 欣姨 你倒说呀 再不说了 不就是向框摔先了吗 放你新的就好 吵什么呢 赶紧把地上扫一扫 别再伤了另外的人 胡董 就这么算了 扫把兴 快走 快走啊 不想一下 你呢 又快走 我送你了 那我 你呢 我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你 说你抢了我爸的股份 但是这些我都不相信 因为你从下把我带到大 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你 所以 我一定会向所有人 证明你的清白的 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 不给我添麻烦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就像刚刚 如果你不到处乱跑的话 那个画框也不会摔碎了 我不需要你证明 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我想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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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找个角落 你到底是谁 因为你 要你 知道 你听得懂 我很高兴 知道 不然如此 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还发动了很多媒体 想要跟我们作对 但是因为没有得逞 反而更加不服气 所以要抛掉手上所有的股票 跟我们作对 但是要收购邱志欣的股票 并不是个小数目 有人感兴趣吗 他倒是见了几个人 但是没有谈论 不过听说乔丽很感兴趣 这几年环球一直被我们恒盛在打压 为了报复我们恒盛 他们不断地在收购恒盛的股票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他是不可能松口的 是谁在负责这个事情啊 邱志欣这个人 健倍性非常强 不过他唯一信得过的 就是他未来的女婿 黄浩然 我已经找人留意他了 千万有消息 绝对不可以让乔丽得逞 妈 我已经去公司了 对了 上次林威霖她生病是个意外 现在她身体应该恢复得不错了 而且适应期呢 也快到了 别让她待太久 要我帮忙吗 你不用了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去吧 胡总 邱志欣是不是和心仪不合啊 你记谁说的呢 那天记者会就是她叫我过去的 我看到记者为难心仪的时候 她还挺得意的 所以在想 他们两个是不是不合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就别再问了吧 请刷卡 车架卡 玥玲 咱们坐那边吧 怎么没看到李总啊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李总啊 上次他借我的围巾 我还没还给他呢 对了 听说李总养了好多花 一般中午的时候啊 都会去花园浇水的 要是上一次 那杯咖啡 撒在我身上就好了 你还有傻子吗 我已经听起来 我听起来 我就听起来 李总 我都听起来 听起来 我听起来 是你啊 我不是说了吗 在公司里面 你不用叫我李总 叫我沐晨就可以了 工作的时候 还是叫你李总好了 对了 这个衣服终于可以还给你了 没关系了 怎么样 你咳嗽好点了没有 已经好了 那就好 没想到你真的很喜欢植物啊 是这样 我们家在英国海边有个农场 每年啊 都会种一些各种各样的植物 后来到深圳以后 每年回家 都会带一些花花草草过来 只要想家的时候 看一下这些花花草草 心里面就会舒服不少了 李总 送给你一样东西 就是 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常常想家 有一次 我和朋友去海边玩 就录下了海浪声 每次只要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不开心 就都被冲淡了 想家 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的煎熬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谢谢 谢谢 该说谢谢的是我 我来恒盛上班 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我都没有好好谢谢你 没关系的 其实你表现那么优秀 等你过了试用期以后 我会申请把你调到别的部门 让你更好地发挥你的能力 要不要听一下 好啊 来 一起听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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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的天 Beng殺 他们两个在听什么呀 舒威 打电话给凌威零 让她去寄份快递 寄快递 秘书处不是可以 寄快递吗 干吗让他寄啊 他的试用期快要过了 总不能让他 一直留下去吧 也是 对了 让他先去买份快餐吧 记得要清淡滋步一点的 你中午不是 已经订了餐了吗 我喜欢让他去 好 不错 不错 喂 王特助 林维玲 胡总需要订餐 要麻烦你跑一趟了 胡总订餐 为什么是我来买啊 员工就应该服从命令 一个小时之内必须送到 从现在开始计时啊 不要迟到 好 我还有事先走了 好吧 你先忙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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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胡总的饭 刚才不是说一个小时之内要买回来吗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 胡总是不吃冷掉的菜的 可是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而且路程那么远 就需要那么多时间 我不觉得一道菜五分钟前五分钟后 能有什么差别 如果胡总不满意的话 我下次可以加速 但这次我已经尽全力了 算了 算了 看在你昨天帮了我一把的份上 过来吧 放那儿吧 来 坐 最近病了 吃点字样的补一补吧 那也给我 什么 本子 不是说要我签过名 才算收效吗 快吃饭 吃完之后 让你抵消一次代价 再来 林文凌过来一下 这里有份快递 你去记一下 喂 喂 是快递公司吗 我在恒胜后勤部 我有份快递要发 到时候我在办公室 好 抱歉 抱歉 小姐 你的东西来了 谢谢 不客气 您好 请问谁刚才交的快递 喂 你好 我 是我 王树 喂 为什么我丢的钱包 会在胡总那里啊 喂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为什么 我在飞机上丢的钱包 会在胡千宇的办公室里 我说为什么 我的钱包会在胡总那里 你说话呀 喂 我信号不好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见面再说吧 老闆 林玲玲 好像发现钱包的事了 需要我想想解释吗 不用了 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了 好 好 喂 你好 你好 你是林玲玲吗 是 你是 我是张怀年哪 胡心的前夫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你来干什么 站住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再有任何关系 儿子是我了 你走 儿子我也有份 没有 我找儿子可以 帮我把礼物给儿子 给儿子 你有什么技能探儿子 你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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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姑妊 来 过来坐 来 来 坐吧 我知道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突然出现 别的呢 我就不多说了 邱志欣想把股票卖给乔丽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这个消息 也许你并不清楚 邱志欣跟你胡欣阿姨一向不合 她本来想趁你这次回国 大做文章 可是 投机不成反而十八米 什么都没做成 反而更加郁闷 现在呢 她想卖掉股票 我本想收购 可是她就是不肯卖给我 她是想趁机 继续跟你胡欣阿姨作对 所以找到乔丽 韦玲啊 你也知道 乔丽也是恒胜的死对头 如果她拿到了邱志欣的股份 那对恒胜就非常地不利 所以这次啊 我想请你帮我 我 我能帮什么忙啊 你是林董事长唯一的女儿 邱志欣当年是你爸爸 一手提拔起来的 虽然她不喜欢胡欣阿姨 但是对林董事长 还是礼让三分的 我想请你帮助我 收购邱志欣的股票 无论如何 我是倩宇的亲身父亲 我跟你胡欣阿姨 曾经有一些误会 但那都是 年轻时候的事情了 血脉相通 血浓于水 我不会做对不起 他们的事情 请你相信我 取消了 对不起 我 不愿意 实惊 计划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谨定 林威玲向你道歉 林威玲 你昨天是不是 往祥宇广告公司 寄过一份快递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林威玲 今天早上 公司接到一个电话 说你将一份装油 超级组织的设计图纸 借到了祥宇广告公司 幸好我们公司跟祥宇 一直是合作公司 对方也已经将图纸 及时地退回 但是你知道 对于恒胜来说 超级组织的设计图纸 属于极度机密 是绝对不允许透露的 考虑这件事 产生的严重后果 人事部决定 不能让你通过 试用期的考核 并且请你准备好 随时配合公司 对此事的追查 你怎么能犯下 这样的错误呢 那个快递是 胡总给我的 我并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 你看看你 还敢把责任 推到胡总身上 胡总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秘书处负责的 怎么会让寄快递呢 我要去找他 我会向你们证明 我的清白的 胡总 我有事要问你 昨天给祥宇的快递 是你给我的 我根本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 请你向HR解释一下 吴仁强的工作 都是秘书处理的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找我们一起 远琳 你 快走吧 你以为那都 胡总这儿有用吗 快走 快走 你明知道这些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不替我解释 我不是已经回答过了吗 你身为一个基层员工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芊宇 是我忘了 昨天那份快递 是我景为零帮我寄的 本来想寄下个季度的 推广方案的 我太忙了 居然会犯这种错误 好 既然是个误会 那就算了 居梦 你要负责把这些事情 处理好 不要扩大影响 好 我会处理好的 胡总 不好意思啊 你要请我吃饭哦 你吃安卡 你吃安卡 挺刷卡 姚总 你看一下 有点什么 吃 不要难过了 本来做了一件好事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欺负你 你吃饭 今天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就要离开恒生了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今后现变时间很多 以后也需要你帮忙 好了 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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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要不要今天 我再给林玉玲打个电话 让她去买饭 这次给她规定 半个小时就必须回来 你看怎么样 十两天 打扰你们的两人事件 没有什么两人事件 我们是谈公事的 鲜宇平时不是这种男人 没想到他对维林这么可可 我猜呀 应该是他们两个星座不合 最近水星逆行诸事不利 对 你看 我这儿有关水星逆行 对十二星座的影响 我给你念念 水星逆行与楚旅座的 蝴蝶公 怎么了 拜拜 你会启动感觉的我是 别别别 我还没说完呢 我听算了 好的 下面我们继续了解 台风海鸥的消息 来自中央七小台的消息说 在登陆菲律宾之后 今年第十五号台风海鸥 于今天的九点四十分前后 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 沿海再次登陆 登陆的时候 强度为台风的激烈 中心附近最大风险 这组画面拍得非常好 很具有客气感 跟我们Super Vision的产品主题 非常地符合 对啊 一会儿我们要去见的 一个摄影师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已经跟他谈好了 到时候 我们的正片广告也请他拍 芊怡 上次party的事 我好难过 都没有把你拍走 特别想补偿你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开车的你 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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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这代价还没有结束 我不想打扰你们 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车我不给你开了 芊怡回来了 妈 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 梅姐 去端碗汤给芊怡 好 找到她没有 还没回来 没回来更好 外面的风大 把她挂到美国去才好呢 芊怡啊 我去给你端汤 谢谢梅怡 你 牛 上车 喂 瑶瑶 我令跟你在一起吗 没用啊 她下班的时候 没有跟你一起走吗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只是随便问我而已 谢谢 暂停 波塔的用户暂时无法 如果冷的话 穿上这个吧 谢谢 吴谦宇最近是不是很奇怪啊 她好像对你特别地严厉 她只有你一个妹妹 怎么不懂得怜香惜玉 哥也是为了锻炼我 我刚开始工作 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确实应该多锻炼锻炼 芊宇啊 这么晚你要去哪儿啊 我文件放公司了 我去取一下 外面风很大 小心点啊 这么巧啊 知道我要来帮我开门 怎么 嗯 去哪儿啊 文件放在公司了 我现在去取一下 哦 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拜拜 老板 你不是说要找我出来 谈公事吗 你怎么不说话啊 现在半夜三更 找我出来东风 晚上风又这么大啊 不是 老板 是我最近做错了什么事吗 你会不会觉得啊 你会不会觉得啊 橘默对维玲有一点 太热情了 太热情了 没有啊 她对大家都很热情啊 她对我也很热情 今天还是跟我聊星座了 不是啊 你记不记得 上次在姚家开派对的时候 橘默把维玲送回去 我今天回去 橘默又把她送回来了 这怎么 你们不是从小就认识吗 她把黎玲玲送回去 这很正常嘛 哦 老板 原来你把我叫出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呀 老板 我也是个有家庭 有个人生活 有女人追求的人哪 下班以后 你这样随随便便 把我找出来 就不怕我这个时候 不方便吗 再说了 老板 难道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么一个 八卦的人吗 这些事情你要问 你应该去问女人呢 应该去问瑶瑶 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你听我听话 对 这是上次派论会上 你拍下我那一对 十万块钱的方法 可以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 好 谢谢 既然胡总这么隆重 那我也不能太过随便 那天我把你拍走 虽然小姐好像不太开心 今天我们又一起吃饭 她不过不高兴吧 应该不至于吧 我和她就是工作上的接触 毕竟她是 超级人的代理人 超级人也是公司的主要项目 跟她接触 自然会比较好 真的吗 外界可不是这么说的 外界都说 胡总和许冉小姐 狼才女貌 是有名的跨界情味 这就叫作捕风捉影 人们往往都希望 听到自己想要听你 看到自己想要相信你 这就是流言兴起的机制 姚姚小姐不也是吗 外面常说 姚姚小姐魅力精人 追求成无数人 那既然你这么说 看来我就不用 对徐远小姐感到抱歉了 对了 你更还好 之前跟姚伯伯 还是有些误会 这次回来之后好多了 可是有时候 我真的想不明白 明明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那么不开心呢 维林和心仪也是 这叫同病相怜吧 难怪最近她和维林 走得挺近的 有吗 不过她这个人啊 是对长得漂亮的女生 没有什么抵抗力 回头我问问她吧 如果她真的 喜欢维林的话 那她就有苦头吃了 为什么 因为维林心里 有一个喜欢的人啊 应该不会太容易忘掉吧 是 是吗 我倒是没有听维林提过 这个是我们女生之间的秘密 那你呢 居然可是国民女神 真的一点都不动心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吗 我吗 我喜欢那种 就算生活给她很多考验 她也总是 笑里迎人的那种女生 她把生活的这些 点点滴滴 当成一种 馈赠的女生 我一直觉得牧尘 这个花婶说话很熟 没想到你被她传染了 也越来越深 根本都听不懂 但是外面的 黄先生 您看一下 这是我让律师 出去的股权收购协议 您看看 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补充的 合同的细节 我已经和贵方律师 沟通了许久了 没什么需要补充的 只是没想到 这背后的金主 竟然是您 林小姐果然深藏不漏啊 我的身份比较敏感 感谢邱伯父 念及于我父亲的旧情 没有把股份卖给乔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再找一个时间 代理双方的律师 签订合同 我今天就先走了 林小姐 咱们好不容易见一次面 干吗那么着急走啊 合作既然这么顺利 当然也要庆祝一下 来来 咱们喝一杯 林小姐 我看着您非常眼熟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黄先生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是吗 那大概是林小姐 长得太漂亮了 总让人觉得 是在梦里见过 我们还要办手续呢 你别在这儿挡着好不好 对不起啊 不要堵在这儿浪费时间 要找出去找 好 黄先生 酒也喝过了 那我就先走了 林小姐 咱就不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好吗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爱不动吗 黄先生请你放尊重礼 如果你再这样 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 林小姐 别着急走啊 你的满意是我们的宗旨 拜拜 拜拜 我是出了名的前卑不醉 再喝一杯吧 你放开我 怎么了 林小姐 还真是不通情不达理啊 看来这笔生意 应该是做不成 要还怎么一直呢 威玲 她刚刚说什么 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 没什么 只是我一个朋友 经常喝醉 今天出了点事情而已 看起来很眼熟 我见过吗 应该没有见过吧 长得比较大重脸 对了 你怎么在这儿 陪朋友吃饭 你呢 跟那个人谈事啊 对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公司了 我也回公司 走吧 先把这些分门别累 不清楚的地方 再跟有关部门沟通 知道了 瑶瑶 要不要帮忙 不用 你在后勤部还不够累啊 来我这里 怎么好意思让你出卖苦力呢 如果你真要帮我 就赶快帮我整理一下 这些媒体的采访稿吧 前阵子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 经济杂志 科技杂志 社会杂志 陆陆续续地做了好多采访稿 看得我头都大了 就拜托你这个高材生 帮我梳理一下吧 刚才是谁说 不让我做苦力的呀 我只是动用一下你的财力 和脑力啦 好啦好啦 谁让你是公关的呢 开始吧 为你 瑶瑶 为什么 我总觉得邱志欣 在处处针对心仪啊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全 钱咯 她那么老了 要那么多钱干吗 适合 哪有人会嫌钱赚得多啊 贪也无穷 本来就是男人的特性嘛 瑶瑶 这个女生是谁啊 这个就是邱董的女儿了 你别看这个邱董 平时看起来阴沉沉的 对她这个女儿啊 可是疼爱得很 连她对她的男朋友都很伤心 那个黄浩然 本来只是个销售 硬生生地给她提拔起来 听说她给她出钱开了个公司 可是这个黄浩然呢 听说很花心 没少背着她女儿 够三大四的 你怎么突然喂起这个 没什么 只是看着特别眼熟 像我一个同学 去那里 你们动动快一点 好的 喂 张总 这件事情我不想做了 黄浩然这个人人名很差 我没有办法应对她 而且我发现她背着女朋友 在外面劈腿 如果被邱志欣知道的话 我怕她会迁怒于我们 到时候事情会更糟糕 美丽娅 你不要着急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对我可能更有利用价值 未必不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放心吧 我认为这位男人 这位男人 我认为这位男人 这位男人 威玲 好久都沒有你的消息了 你還好嗎 您真的不能告訴我 他的消息嗎 非常抱歉 除了這個通訊帳號 你的捐助人 拒絕透露任何信息 我不知道你是誰 但我感謝你對我的幫助 以後 我就稱呼你為 我的長腿叔叔吧 真不好意思 好長時間都沒有和您聯繫 因為家裡有些事情 來不及跟您打招呼 突然回了深圳 您資助我讀書這麼多年 卻一直沒有機會和您見面 如果您什麼時候回國的話 給個機會讓我見您一面吧 好啊 我也很期待這一天 親眼見見我陪伴長大的小姑娘 您再生吃還好吧 回家了嗎 已經回家了 不過 我最近捲進了一件麻煩事 您知道 在我心中 心裡一直跟媽媽一樣 前段時間 會從前的丈夫來找我 讓我幫她收購我爸爸公司的股票 說是這樣 可以幫助到心意 我也不知道是對 是錯 好 有些事情還是要順其自然 如果做得很痛苦的話 那就不要勉強了 好 好 上次你不是說那個什麼 林慎鵬女兒出價很高 你可以隨身捐撈一筆的嗎 怎麼現在都不見有動靜了呀 小傻瓜 著什麼急你 咱們現在這兩支股票 可都是香伯伯 喬莉和林慎鵬的女兒 越是著急買 我還就越不著急賣 讓她們鬥個你死我活之後 咱們就可以做出一翁之力了 我怎麼覺得不靠譜呢 這萬一讓你未來的岳父知道 你賣她的股票從中間撈好處 我看你怎麼辦 我有那麼傻嗎 我和她女兒馬上就要結婚了 她懷疑誰也懷疑不到我頭上了 是不是 你沒事吧 我應該是吃壞東西了 打電話叫服務員 沒事吧你 喂 前台嗎 我是1508的客人 這麼快 快來看一下她怎麼進去 別動 別動 幹嗎呀你們 別動 你們是誰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我聽老闆說 黃先生還沒有決定 將股票賣給誰 所以讓我過來 幫您做個決定 邱小姐 現在已經在酒店大堂了 我相信 你一定不願意讓她知道 剛剛發生了什麼吧 你們 到底想讓我怎麼樣 秋董本來就有意 將股票賣給林維玲小姐 還希望黃先生高抬貴手 讓這合作順利進行 如果黃先生答應啊 那麼我現在坐下來 和您談正事了 如果您不答應 想必邱小姐現在 已經在電梯裡了 秋董對她的女兒 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讓她知道 您背地裡做了這樣的事 黃先生 可能不太好解釋吧 幾個兒 欧清 让我点过三分钟 去左右 我给你的 我没有想回 我给你 我去 打赏了 林小姐 事情已经半处了 明天黄昊然 就会联系您 签署合同 她是 你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没有再说什么吗 您放心 我们刚刚已经 非常友好的交谈过了 之前可能有些误会 但是 他让我转达对您的歉意 还有 张总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就静候佳音吧 背地里收购黄浩然股票的 那个人已经查出来了 跟我们之间相谈 好 老板 你现在要怎么处理 黄浩然这个人不仅好私 而且好多 你联络一下我们的朋友吧 好 这是他们一天 好的 好 李卫林 等一下 干什么 我有事要问你 如果你不想被我妈看到的话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还是跟我走吧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为什么收个黄浩然的股份 你在说什么 有人看到你和皇后人 在酒瓶见你 你要怎么解释 我 跟我解释 或者跟我妈解释 你自己选择一个 事情是这样的 例如 林律师 收购宏贺人股票的 那位神秘金主的身份 查清楚了吗 目前还没有 我们已经通过 各方面的关系打探 正在努力地追寻她 这就是所有事情的经过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你肯定不会相信 但是我这样做 只是想帮助心仪 我想证明自己在恒盛 不是只会添麻烦 而且黄浩然 已经答应把股份给我 这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 好 这件事情我知道 我会尽快出的 先进去吧 记住吧 在我妈面前 要表现出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的 书尉 帮我安排黄浩然见面 尽快 好的 你 老挥 毕业 书尼 刚 剑宇 陈叔从老家回来了吗 还没 怎么了 如果说他真的有事 没有办法回来的话 赶紧再找一个新的司机 不要让维玲整天开车 人家看见会说闲话的 没关系 反正我也要去公司上班 正好顺路 这是我的疏忽 我会尽快处理 太好了 吃饭吧 黄昊然为什么没有出现 打他电话也不接 你们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总觉得这件事 有点不大对劲 可能有什么预想不到的变故吧 林小姐 您先回去吧 我要向张总请示一下 有什么问题 我会随时联系您的 已经调查清楚了 林维玲小姐 就是在背后购买黄昊然股票的人 邱芷欣对林董事长念疾就情 所以才决定把股票卖给他 竟然打着我大哥的招牌 吃里扒外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林维玲和张怀念私下领藏多次见面 他提供了收购的所有资金 将怀念 将怀念 陪众在本身之后 没有人啊 快点开门啊 梅姨 你在家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的心理会在外面啊 梅姨 开门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啊 开门啊 为什么不开门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欣怡 我是不是又做做什么事情了 你告诉我啊 我可以改 你让我见你一面好不好 欣怡 胡道 咱们还是把门开开吧 当面跟她说个清楚 这样她也就死个心了 开门 我求求你了 欣怡 我求求你了 有什么错 我可以改 开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欣怡 别进来 欣怡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替张怀年购买股票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我也不想跟你计较 你走吧 回美国 我不想再见到你 欣怡 你听我解释 我回来不是抢恒胜的股份 我知道秋智欣想把股票卖给乔丽 但乔丽给你是对手 所以我只是想帮你 那我应该谢谢你了 欣怡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欣怡 我求求你了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害您 你相信我好不好 欣怡 来 你可以改变一种 你这种证捷 我 crec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智诚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 sna 但一个人 对那个人没有了感情 你做再多的事情 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 你真的这么在乎我 为什么你不注视我的感受呢 为什么你还要留在这里 让所有的人都不开心呢 你走了 你走了 回你的美国去 回到你自由自在的世界里去吧 欣言 我回来 是希望我们一家人 可以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 但是没想到我回来 会给您造成这么大的误会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会暂时离开 但我会留在深圳 等我能够真正向你 表达我心意的时候 我会再回来的 欣言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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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